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晚安 欢迎收看板田战法 我常跟各位讲 分析跟解读真的完全不一样 分析永远告诉你是未来 解读永远到现在 分析所有的资料都有事实的证据 解读拿不出证据只能讲到现在 我一直跟各位讲一个观念 我常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今天要把股票市场 你要在股票市场成为赢家 你第一个观念一定要正确 第二个你一定要下苦工 去真的认真去学习那种基本功的东西 如果只是随便看看新闻道听途说 如果是只是随便看看电视报的名牌 如果只是随便电脑看了一些指标 各位就能赚钱 那全世界没有人会输钱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 分析跟解读完全不一样 分析 全部拿出来事实证据 解读拿不出证据只能讲到今天 台北股市昨天我讲什么 昨天我一开始就跟你讲 这档股票我昨天直接就卖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昨天因为美股大涨 我在这档直接就开卖了 我说最近的行情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地方高出低进来回操作 我昨天一开场盘跟各位讲 这档股票 我昨天9点03分 一开盘我就卖了 各位证据在这个地方 那我为什么会站在卖方呢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 当礼拜五的时候 我曾经跟大家乘着邀请说 来逢低跟我布局这档股票 当时54块3 昨天开盘就57块多 我说美股大涨我直接就卖了 我说第一个 我做任何股票 我给你基本面 后面会出来的 你一定不知道 因为我不公开 你一定不知道我的股票是什么 第二个 我说就算你知道我股票是什么 保证你也赚不到钱 因为板田战法最厉害的是什么 板田战法最厉害的是什么 利用所谓K线的符号跟结构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卖 而且是提前的事前分析事后验证 昨天台北股市有没有人敢跟你讲 在这种大涨的格局情况之下 开盘9点03分 我们就选择站在卖方 有没有 有没有人敢公开跟你讲 前天的时候股价是在一个底部起涨 低点的起涨 有没有人敢公开跟你讲这个 我想大概是没有了 因为昨天大涨大家都看好了 那我也没有跟你讲说 在这个阶段台北股市 它是一个空方修正里面的逼波反弹 将来还有一个西波修正 从11月12号我就告诉你 台北股市是一个 所谓的横盘整理的格局 11月12号在哪里 各位来看一下 来 11月12号在这 我就跟你讲台北股市是一个横盘整理格局 高 你要舍得卖 低 你要敢买 证据在哪里 全部都在这 各位有没有跟你讲说 12月行情事实上在每一次在这 跌破季限 每一次在低档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讲 你不用悲观 为什么 按照统计学的符号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阶段 近三年平均涨幅148点 近七年 过去七年全部都涨 涨278点 但是请注意 当11月30号收在8320 隔天涨142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到84多的时候 我就说过没有空间 这个盘只要到8500就没有空间 短线就没有空间 所以我只能跟你讲说 上半个月再整理 下半个月才要做账 这个地方是一个区间震荡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三 当然我明天 今天礼拜二嘛 明天我要上前线百分百 我上个礼拜三 上前线百分百 我直接润涵在问我说 这到底是什么格局 我给他14个字 14个字左右 我说 这个盘叫什么 先看反弹 先涨后跌 我直接讲 先涨后跌 然后呢 反弹空间 反弹空间不大 然后呢 后面是怎么样 先涨后跌 反弹空间不大 后面延长整理 各位我的解盘 我就是分析 我就是告诉你 未来我怎么看 我不会去说 讲到今天为止 我所有的东西 全部拿出证据给你 昨天 有没有在这边 一开始就跟你讲 我选择站在卖方 因为昨天美股大涨 我直接就卖 接着我说 明后天我要买 这两天大跌下来 我会买 各位我讲话非常清楚 我还同时跟你讲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要先选择站在卖方 为什么 各位你看这个统计学 没有一个老师像我这么认真 做这些资料 每一天都做 你看这个统计学 他告诉你什么 当股市大涨的时候 八大关股 航库就大卖 当股市重挫的时候 政府基金就大买 当股市大涨的时候 政府基金就大卖 当股市拉回的时候 政府基金就买 然后昨天股市再涨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个时候美国股市 是不是涨340多点 昨天早盘开高 是不是涨100点 官股又大卖 卖了23.3亿 各位我常跟各位讲 讲什么东西拿出证据来 那个最重要 我说从过去来 我做的每一档股票 我都直接拿出证据 我还讲那么多干嘛 我告诉你说这两个月以来 我做的每一档股票全部获利 我说有没有人敢这样 保证的拍胸脯的奖 证据全部拿出来 没有 那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台北股市拉回 我们要开始找买点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就稍微不用急呢 11点32分 这个小道琼跌85点 11点32分 今天早上11点 就刚刚11点32分 各位你会不会做事情 像我做的这么细 我不管做任何动作 我都跟你讲很清楚 然后我说这两天大跌回来 我会带各位买股票 斩钉截铁的告诉你 我没有过去在盘氏的分析当中 我曾经很明确告诉你 我说未来还有一个西坡修正 我说这个地方 B坡的反弹 提醒大家 你应该做好 持股的一个调整 太多的股票 就像我过去 我在这个行业民国 75年我开始当营业员 一直到88年 我开始当老师到今天 已经当了16年老师 我讲任何事情就是权威 我告诉你 会涨会谍都 清清楚楚 斩钉截铁 我告诉你说 为什么买股票 我告诉你为什么卖股票 我给你讲买在什么地方 我给你讲卖在什么地方 我给你讲盘是怎么样 11月12号开始 我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盘整的格局 在这盘整的格局 我的操作 遵守一个 股市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法宝 两个字 你猜猜看 哪两个字 我的会员一定知道 叫做 纪律 只要美逢大跌 我就开始找买点 只要美逢大涨 我就开始占卖方 这样子的操作 到昨天为止 这波从8217上来 在这区间盘整 我总共做了7档股票 我没有让各位 赔到任何一毛钱 每一个人进来都是赚大钱 其中有一个会员 住在高雄要做 寄那个土托鱼给我 我说你不要给我了 吓死我了 因为那个东西会有味道 一个礼拜赚28万 其实如果在昨天 他不要贪心 再听我的话 其实到现在已经快40万 各位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样观念 我跟你做股票有什么不同 我都提前告诉你 我都拿事实的证据 我讲任何东西 我一定拿出证据 6282的康书 我讲这档股票的时候 我导播照一下 22.25 我当时跟各位讲说 我跟你做股票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我第一个 我选股票一定选那种 低档起档的股票 第二个 我选股票我一定选 怎么样有题材的股票 当时我给你讲 他是135计划里面 新能源车充电桩 6282康书 这些话其实我讲过好多遍 为什么还是 愿意每逢这个时候 就提供给你 或是提醒你 我做股票跟你有什么不同 当时的黄金交叉 22.25 当时在基本面 看完基本面告诉你 它是一个高值率股票 谁说基本面没有用 各位你只要每逢 股市大的波动 或是比较不好的现象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你 往往基本面 就是永保安康的一种做法 基本面这个东西 如果不重视 只是道听途说 听听这个所谓的 盘面的消息 这个街头向 巷尾的这个消息 朋友说的东西 报纸报的利多名牌 或是电视上的名牌 更一下 或是电脑系统 指标红绿 红球买 绿球卖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人敢讲未来 各位我常跟你讲 任何东西 万物归宗 都起源于人 而人的思想最宝贵 什么东西都是人出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脚踏实地 务实地去做每一件事情 我常常讲 解读跟分析有什么不一样 解读拿出证据 分析呢 证据在哪里 买卖证据呢 哪一天哪个时候 你买什么东西 敢不敢讲隔天 我常跟各位讲 在康书这一段时间 11月16号 我还公开送你这个资料 我说它即将大涨 基本面在这 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当我们在市场上看到 基本面的时候 这个股票都涨了一大段 你记不记得我做股票 我说我分三步骤 第一个我一定让我的会员 提前布局买进股票 第二个所有的基本利多 未来不管在报纸 工商时报 经济日报 或是广告 或是所谓的传播媒体 这个所谓的新闻 或是电视 你其实后面看到的 它都涨了一大段 各位今天很多人跟你讲 这股票怎么涨 那明天呢 各位有没有人告诉你说 接下来明天 我买什么股票呢 628号康书 22块跟各位介绍 28块多 跟你讲我们不再谈了 那个短线高点已经到了 我们换股操作 接下来我说 我要买这档股票 当时我跟大家讲 我要买这档股票 那个时候在16块17块 那个时候在16块17块 我说我要买这档股票 5309的系统店 我说为什么要买它 很简单一件事 很简单一个道理 当时它股价在这 当时股价在这 我说你看它财报公布出来 是赚3.88 请问各位 这是基本功厉不厉害 基本面有没有用 可是我也告诉你喔 我买在低点 它财报营收大幅成长 我说基本的面在这喔 我说只要未来 各位记住 只要未来 你看到了 所谓这些利多出来 其实短线它就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到了20块了 那20块的时候 我又没有在这边跟你写 11月19号就提醒你 20块以上就不要追了 就真的不要追了 因为你要等它整理到一个周期结束 你再回过头来看吧 各位我们讲的是不是证据 接下来我又跟你讲什么 我都提前讲喔 我说接下来我要买这档股票 当时44块 飙到50块 我跟各位讲什么 我说在这段你看它去年前三季赚 全年赚0.59 今年赚2.44 然后我跟你讲说 12月 11月12月是旺季 我说这个地方因为股价是底部起涨 到了48块 48块3 我跟你讲说我出掉了喔 我已经做了三趟 我出掉了喔 我短线上没有再玩 来 6180的举止 来 就进入盘整 当时这些48483 48483 我全部都出掉 我就没有玩 就在这边盘整了 我做的股票 都是这种趋势一直往上 我讲不客句话 我都是拿出证据先告诉你喔 好 这档股票完之后 我跟各位讲说 我现在买这档股票喔 为什么要买这档股票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底部起涨 我告诉你 基本面在这喔 我还告诉你 它是反恐物联巨量资料的概念股 当时只有71块喔 我还公开的跟你讲喔 我说我去买这股票 原因是什么 有一个重点 因为今年的物联网 是一个串起的新型行业 那物联网串起三个步骤 第一个它在通讯设备 通讯设备一定要先架构 那个时候叫做2345的资邦 有没有 我一直跟各位讲 然后说接下来会买两档股票 一档叫中壘 一档叫同亨 为什么要买中壘跟同亨 因为物联网起来 第一个叫做所谓的基本面串起 叫做设备 通讯设备指的就是资邦 100G的一个传输 传输的一个网路用品 然后在这边它最热门 然后接着我说 有传输设备之后 各位要不要手机 手机将来要消费 是不是 你手机消费一定要有基地台 这时候广建基地台 谁最受惠 中壘 那基地台广建之后 接下来要使用什么东西 第三个阶段 你有手机一定要消费的东西 你要有读卡机跟电子终端设备 来消费 现在有两种系统 一个叫TSM 一个叫CS TSM是什么意思 TSM就告诉你 所有的终端交易 都在USIN SIN卡的这一块 那国内现在能用的 其实只有中华电信 但是CS1 它是什么 在交易是在云端跟平台 而未来 金管会开放 明年三月开放 那当使用到云端跟平台 任何一家公司的手机 任何一个上网 你都可以实施一个 线上支付的动作 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人懂 那难道就是每天跟你胡说八道 买卖就这样子 看什么东西买卖 我告诉你 你会输死 我跟你讲 真的你会输死 所以当时讲这一档 中壘71块的时候 各位 你看到今天中壘多少钱 你看到当时71块的时候 最高到89块1 我都没有预设任何一档 我都一档一档 跟你公开验证 来 各位 我是不是昨天跟你讲说 美股大涨我直接就卖股票了 我毫不跟你客气讲 但是今天盘中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 最多跌118点 现在跌99点 可是我却跟你说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整理格局 所以每逢下杀重挫的时候 我会开始买股票 那这两天 我们再乘着邀请你买一档股票 是底部起长有基本面提债营收 向上窜身 业绩 在这个地方即将公布是成长的公司 套句老话不怕你不来 就怕你不敢来 今天线上全面开放 想要提前布局的人 想要掌握这赚钱资讯人 直接打就要进来 休息一会 马上回到现场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够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起股双赢一把兆 够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1155 257-1155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够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起股双赢一把兆 够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1155 257-1155 257-1155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初心轟 由于选择 游戏 上网 蛾牌 零 今集图没人减 我用我的大黃风 带您来订 变成金刚 好 只要喝酒开车出事 房屋公司在肥袖受害人了 高雄轍事则图理毫薦 而且没有伯一定还计划一支 這兩天的大跌 拉回來我會再布局一檔股票 但是我不管做任何東西 我一定都讓你知道說 為什麼是如此 因為這是一個盤整盤 盤整盤每逢拉回 我一定站在買方 可是每逢漲起來量價背離 或是沒有攻擊訊號的時候 我一定選擇站在賣方 我做任何動作 我一定先分析給你聽 我事後一定拿證據給你看 各位台北股市 我們在講物聯網2345的智邦之後 我們接下來講5388的中壘 當時在71塊的時候 我就公開的跟你講 這是一檔底部7檔股票 我帶我會員做買進 然後呢我當時跟你分析說 為什麼要買進它 因為物聯網的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通訊設備 指的過去就指智邦 第二個基地台指的現在就是指中壘 未來還有一個東電子的中端設備加讀卡機 指的未來就是同亨 所以當時我買中壘跟同亨 我證據都拿給你看 當時在這地方底部起漲 每天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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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89塊1的這天 我沒有再講了喔 我接著開始跟你講 你要注意喔 我已經從中壘改換到同亨身上了喔 因為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嘛 各位這個證據喔 你去分析的人才有證據 你要去解讀行情就只能講到現在 我講真的 然後呢 同亨75.675.9買進 證據在這 75.675.9 來 75.675.9大概在這個地方 我大概在這個地方開始買 最高到92 到92我就沒有再談過了 我跟你講我又換到下一檔股票了 我講得很清楚喔 當時同亨抵不起來 我在七七塊公佈 我說過我做股票三個步驟 第一個 我一定讓我的會員買在七張點 然後接下來呢 這些基本面的資料呢 你慢慢就會看到市場上 自然會看到這種產業趨勢結構 它慢慢會在工商時報 經濟日報 可能在各大的媒體 可能在廣播 可能透過我的電視宣傳 然後呢 它就開始出現了 這些所謂的利多 不管是營收的爆發式的成長 200%成長 不管是這些基本面 你會發覺 後面怎麼報紙跟老師講的都一樣 這個就是真正厲害的做法 我們不管講什麼強調都是拿證據 同亨77塊漲到92 好接下來我跟你講南亞科 我跟你講南亞科 我說過我講的任何東西 我一定讓你提前買 但是高點我一定讓你賣 這個高點是在利多出來 而不是利多出來 人家在追買的時候 你是已經在做賣出了 當時在這個地方 35塊8 35塊9 有沒有 38塊5 38塊9 我跟你講說做買進 非常清楚 然後接著呢 我說買它理由是第三季賺6塊3 然後呢 我跟你講說 到了這個買進的證據還給你看 都有到這價位 隔天利多出來了 9.03分 資金全面退出 9.03分以後最高還到43.5 有沒有 前天38塊多 隔天43.5 我出掉了 我都沒有吭聲 讓市場自然去反應 永遠都有很多人是喜歡去追漲 去追高的 來 當時我買在這 賣在這 43塊5 最高43塊6 是不是回來了 南亞科 各位如果 有任何的虛偽造假 我們說過 懸賞5000萬 拿證據出來 這很簡單 講那麼多 然後我跟你講這些東西說 當時我買這些股票 我說 它未來報紙一定會讓你看到什麼 基本面 大陸系統採購 擴大採購 打進Google供應鏈 來 南亞科 全年每股賺8塊 大陸系統採購 打進Google供應鏈 這麼大 這一天 43塊5毛 可是你在之前買的時候是38塊 可是你看到消息區追43塊5毛 請問各位 到底是我跟你講的分析厲害 還是我們今天講說看到報章雜誌做股票 聽朋友說 看電視名牌 還是電腦系統紅球綠球去買 你看誰厲害 所以我跟各位講 在股票市場最重要兩件事 第一個你的觀念一定要正確 一定要腳踏實地 第二個你一定要去學基本功 沒有任何投機可言 各位我常常跟你講 我就算股票讓你知道 你都賺不到錢 為什麼 因為低點是我賣的 高點是我告訴你要賣的 記不記得我常跟你講說 那天低潤價格只跌 三雄出運的這一天就正好是他最高點 各位有沒有跟你講過說其實股票買賣最重要是你一定要低一點先去買 不是等到人家漲了再去講那個沒有用 然後呢去解讀沒有用嘛 你要做分析就前面我們買 來 最近有沒有跟你講一個54塊3股票 我給你看這麼多的資料 我肯定告訴你第一個你一定不知道是哪一檔股票 第二個就算你猜出來你也賺不到錢 昨天台北股市在美股大漲的時候 當時的財報給你看 當時的基本面給你看 報紙出來給你看 台北股市主任在大漲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什麼 我說我直接就賣股票了 這檔股票直接就賣了 我連考慮都不考慮 開盤9點03分 就給他賣光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仔細去看那個盤式結構 你再配合版年戰法的多空反展圖看 他告訴你 我現在就是盤整格局 盤整格局告訴你 大跌就是佔買方 急漲就佔賣方 這個趨勢沒有改變之前就是如此 就這麼簡單嘛 各位我要告訴你的是 其實在這一波 你要記住我講一句話 台北股市這一波是屬於空方修正 空方修正裡面的逼波反彈 那空方修正裡面的逼波反彈 他到底夾帶著什麼樣的利多 或夾帶著什麼樣的機會 以及未來還一個西坡的阻跌的修正 到底夾帶什麼危險 其實說穿了你根本都不懂 難道這種東西只能聽聽電視上 跟你廣播一下講一下 或是說所謂朋友跟你講一下 或是所謂的這個電腦 籃球綠球跟你講一下 或是新聞媒體報一下 或是很多的公共事務的東西跟你講一下 就能知道答案嗎 如果你再不肯這個所謂的 肯這個所謂實際的 用心的去學習 我告訴你永遠都成為輸家 各位講句不客氣的話 我每一次去辦投資講座 我到最後都跟投資朋友講一句話 試著生存 不試著淘汰 我們常常在投資講座當中 去談論到一個二八法則 我常常跟所有的投資朋友講說 我每一次都做一個調查 來參加投資講座的人 絕對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人士賺錢 全部都輸家 輸在哪裡 各位我常常跟你講 輸在我跟你做股票完全不一樣 輸在你就喜歡道聽途說 你就喜歡看新聞媒體報紙消息去做 最喜歡去追名牌 各位我顧奎國老師 板田戰法 我講的就是權威 我跟你講每一次我要做什麼動作 我哪一次不是事先告訴你 我再告訴你 這兩天大跌我一定買股票 但是我也告訴你 這個地方是屬於空方修正裡面的 逼波反彈 它是一個空方修正裡面的 多方走勢的反彈 將來一個西波阻跌 所以為什麼這個地方 我一直苦口婆心的勸你 你要做好持股的調整 你要做好資金的規劃 你要掌握操作的檔數 為什麼這個階段 我所做的每一檔股票 我從頭到尾都給你看 從8217到今天 七檔股票從頭到尾給你看 哪一支股票不是前天買 隔天就漲個三五塊 哪一支股票就跳空大漲 哪一支股票不是利多大漲 各位你告訴我證據在哪裡 我今天講了這麼久 只告訴各位一個觀念 股票市場錢真的不好賺 你問老師怎麼每次看你的節目 每一檔都賺錢 你還跟人家講錢不好賺 沒錯 如果我的個性就是如此 一般的投資朋友 你沒有這種基本功的人 其實你做股票一定是輸投 但是我們公開的公開的告訴你 我們的操作所有的績效 我們也公開的告訴你 一定唯有腳踏實地 認認真真 你今天才能成為股市裡面 最大的贏家 道聽途說 相信一些基本的話數 或是相信媒體的新聞 那個都不會對你有幫助 如果想成為贏家 這兩天逢低跟我買股票 祝福你 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就是good 零二二二五七角 一一五五 二五七角 一一五五 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就是good 零二二五七角 一一五五 二五七角 一一五五 二五七角 有些人在你抗中央 世界 哪一千五 藏手藏手藏手 藏手藏手 鵝聲這些 風吹風吹 下厚焚烏茅 露火山 姐輪生 мног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